今天青龍出頭天 新聞給社會社會跟著朋友來看 就是經營好瓜造地匯農場的長島林凱瑤 和朋友組織團隊來提供地理雄雅財布的模式 參加聯發科第3個的地財家鄉 稍為社會創新競賽 對418週參賽的對五黨黨 投影一次獲得收購 獨得獎金100萬 今天市場民會一月 前往參考農場對著火鍵的美麗 是歐勒家的特殊 79年出的江貴青龍林凱瑤 和他的朋友組織地理雄雅財布團 透過提供地理雅財布系統 和暗高白水系統 來提醒到火鍵的拼一項三領 因爲聯發科第3個地財家鄉修舊 同意市場民會特別前往 他的好瓜造地匯農場來參考 肯定林凱瑤是自己的狡猾 這個真的很療癒 吃小黃瓜 還有這麼療癒的做法 真的只有新鮮的才做得到 哇 真能用 直接吃就可以了 直接吃就可以了 因為是新鮮的 是新鮮的 營養的 好東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 而且我想我們要告訴大家 這個時代在轉變 我們在真的轉型中 能夠創造新的這個產業 不但又傳統又有創新 而且能夠有這麼維持品質好 又穩定的這個農產品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Smart 非常有智慧的做法 林凱瑤在在大學時代的學生物 畢業後 曾經在高雄的雍林農場來吃飽 因為對高雄自己的熱愛 他決心要回到高雄創業 他用社財部的無讀的回饋 來投入地匯科技 解割過類 沒辦法連續的問題 提醒到回饋拼結好三流 如果一個產業做太累的話 我覺得比較不會想要脫衣 但是也是希望說藉由這個場域 讓大家說其實種農也可以 不用那麼累不用那麼狼狽 比如每天去採泥巴去拔草 然後去搬25公斤的肥料去施肥 那也是用自動化的方式 其實種農也可以這樣愜意 那當然就會想到盡量 從事這個產業這樣 是 真的好精采 謝謝謝謝 謝謝 你本身學這個嗎 我學生物 學生物 那我之前剛好有幸在高雄的 那個郭台銘董事長的永年農場 有做過一陣子 那有學習到經驗 那覺得那裡太遠了 我想回家 所以就回來嘉義了 是是是 所以你其實把這樣的調配 你說開始從你把它安裝好 開始做調配 要適合這個場域 你試了多久 失敗了多久 我覺得沒有算 我覺得運氣還不錯啦 算是我一開始抓的那個比例就在附近了 所以大概在兩個月以內我就把比例抓出來了 那就很穩定在運作 是是是是 對 合一般的農場不一樣 林凱瑤的地靈被水財壁團 透過提供地靈水貝系統和 暗高排水系統 將後15種以上的營養素 需被的時機含著破壁的比例 暗高系統 可以將第二的肥瘦來排出 改善在土 嚴化的現象 透過地靈生散 和地規劃的管理 打破燒龍的困境 不僅是貼心和地規劃的後輪閒電營 也跟著三小路的制度 讓消費者更加放心 好 完成 貼心新聞 最聰明請快去下載喔